牛说牛有理 熊说熊有理 到底谁有理 欢迎收看迎战齐全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 邱一良 邱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上涨17点来开出 那么最低点出现在 早上的9点41分 来到9790 那么随后就是一个 V型的一个反弹极拉 那么最高点出现在 接近中午的11点40分 来到9872 今天的高低区间 总共有82点 比昨天还要再少一点点 可是呢我们看到 现货的成交量增加到 1119亿 所以今天是一个 什么样的行情 今天是一个 价涨量增的行情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啊 你有在看着今天的盘式 今天的盘应该怎么去看 其实老师跟大家说 今天整个盘式 整个台子的走法 可以分成什么 可以分成三个 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解释 为什么 第一个 今天为什么会开高 很简单 因为昨天啊 昨天整个美国股市上涨 所以呢台北股市 往上小幅度的开高 那么第二个 为什么这边会出现一个急杀 为什么这边会出现急杀 老师来告诉大家 因为今天早上一开高 就过了什么 就过了月线 那么最近第一次站上月线之后 通常第一次都会出现回撤的状况 就跟过去前两天 第一次触到了盘中触到月线 它也会出现拉回的意思是一样 所以今天自己台子本身的技术面 开过月线之后 很容易出现拉回 那么第三个 为什么这边会出现急杀的状况 很简单 今天啊 整个中国股市啊 出现了强力的反弹啊 顺便也带动了整个台子期 出现走扬的一个状态 所以今天虽然整个大盘的区间 只有八十几点 但是如果你可以抓到 今天整个盘式的卖动 当然就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所以呢 要看得懂这个盘 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究竟今天早上啊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看这个盘式 有没有机会 跟别人比别人更专业 很简单 你只要加入我的什么 牛熊最前线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牛熊最前线 第一个 台子开高月线落在9793 转为什么 下档的技术面支撑 第二个 大盘的预估量今天增加 人气集结 多头事机发动攻势 第三个 外资连续7天卖超台北股市 金额达到550亿 看淡后市 第四个 结算前夕 主力台子多单减码 未平仓量骤减 我们看电灯泡 开盘现货量的明显上升 台子的逆价差快速缩放 多空双方 动作平平 行情愈小不易 道琼及S&P500 昨天挑战月线失利 台子盘中回撤的机会大 A50今天也是面临的月线压力 能不能够挑战成功会影响台股 今天的多头气势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早上 如果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牛熊最前线 那么恭喜你 你就是有福气的人 为什么 你看一下今天整个盘式的架构 是不是通通都写在里面 包含今天盘中回撤月线 包含A50吉拉的时候 跟着一起走 各位 你想想看 如果你早上在开盘的时候 就能够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是不是你就比别人 能够更加的掌握住 今天整个盘式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根本不用花你一毛钱 为什么老师要去整理这些资料 因为我知道有太多太多的人 每天早上要做很多功课 可是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也没有那么多的专业 常常找到一些不重要的资讯 或是看新闻在做单 这样子真的非常危险 所以邱老师特别在 每一天早上现货一开盘 就拿着放大镜 帮大家找寻整个盘面上 所有重要的蛛丝马跡 这全部都是实战的观点 不是在报纸上 网路上简简贴贴 这些新闻可以相比的 所以各位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人 赶快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小老鼠A0800370888 小老鼠A0800370888 只要加入我的生活圈 每天都会提供你独家的 牛熊关盘重点 而且是完全免费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牛杯杯带我们来看到 这个中金报告说 预计明年中国的预算赤字 达到3% 货币政策将会朝向宽松的方面 来做一个发展 这也是今天盘面上最大的利多 我们都知道 明年可能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会慢慢的走下坡 那个下坡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那这个时候啊 整个中国政府啊 当然就要朝什么 朝减税 减费的方面啊 替大家减轻这个企业跟个人的 税负的负担 那么今天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利多的消息 把整个中国股市啊 带动往上大涨 当然连带台股也跟着水涨船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台银 A50啊 跟台股最近走势的一个比较图 我们可以从图形上看到 在每一次重要的高低转折点 几乎都是什么 都是落在同一天 这也代表是 两个市场它的相关度非常的高 A50常常都是台股的领头羊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A50的走势啊 来判断台股接下来可能的方向 那我们就来看到 连续两天啊 连续两天A50出现反弹 今天开平盘之后 往上吉拉出现一根长红棒 而且一举突破了月线 而且还盘中也穿过了季线 所以出现一个强力的反弹的讯号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台股啊 连续两天的反弹 今天也是在站在月线之上 那么如果接下来A50 能够顺利的站上季线 连续超过三天以上 就有机会啊 出现打底完成 再挑战前波的高点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 A50跟台股的联动性非常的高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还是跟过去一样 在看大盘的时候都是看什么 都是看权重股 看一些指标股 各位 你如果用过去这种看盘的方式 你就会见数不见零 什么叫见数不见零 你永远只看到了两棵大树 可是你不晓得整个森林 长成什么样子 所以一定要重新的 来看学习看盘的方式 开盘的时候台股一定要看什么 看美股的涨跌 那么盘中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看整个中国股市的走势 这样子你才能够更加稳固 更加准确的抓到台股的脉动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道琼指数的日线图 昨天啊 导播请拉近 昨天本来盘中大幅度的上涨 可是刚好遇到月线的压力 收了一个上影线 但是今天还是一个 开高持续反弹的一个态势 所以这边出现了一个大的十字线之后 感觉起来多方还是掌握了一个所谓的什么 发球权 那我们再看到 另外一个重要的商品叫做 S&P500 那我们来发现 也是一样 在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大的十字线 两根合在一起看 叫做十字线 连续啊 昨天上涨 收了上影线 没关系 今天继续的开高往上走 一样 短线上多头的反弹的气势啊 还是非常的旺盛 那我们再看到 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数 叫做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也是在这个地方 昨天也是一样 收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但是呢 今天也是开在月线之上 继续往上走 所以呢 我们看到 三大美国的这个重要指数啊 你可以发现 整个技术面 整个什么 形态虽然是一个 震荡偏空的走势 但是短线上啊 多头反弹的气势 非常的旺盛 如果能够延续这股气势 就能够带动台北股市 继续往上走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什么 台子12月的六十分线图 上一次我讲过 多头利手在这一条关键的下缘 这个下缘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下缘的位置叫做9620 那么接下来 他就从技术面来讲 他很有机会去向上挑战这个上缘 这个上缘叫做万点 所以呢 整个技术面来讲 他有非常大的机会 继续往上去挑战 这个所谓的万点关卡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大盘加全指数的日线图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里面 现货是量能不断的在放大 这一波下跌的过程里面 量能是不断的萎缩 那这三天的上涨 刚好量能又逐渐的在放大 所以呢 你从现货的价量关系上来观察 这个整个台北股市啊 还是上涨出现一个非常健康的情况 所以能不能够延续 就要看量能能不能够持续温和的放大 那么熊妈妈也有话要说 我们来看到 中国重新采购美国大豆 但只有杯水车薪的50万吨 各位记不记得 昨天我们看到那个新闻 川普自己宣布 中国算是被宣布啊 要什么 要做退让 要降低汽车的关税 而且要大量的采购美国的黄豆 但是消息一出来 只有50万吨 这50万吨是什么概念 整个去年中国采购美国的黄豆 有多少 2140万吨 那么这个时候他说 我再多买这个多少 多买50万吨 再多买50万吨 是不是叫做杯水车薪 所以各位 这个中国并不是完全的退让啊 这个贸易战的角力 可能还要继续的延续下去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个叫做 沙迪一万自损八千 中国虽然没有去买美国的黄豆 可是呢 他还是需要这么多黄豆啊 这个时候最倒霉的是谁 各位你知道这时候最倒霉的是谁 最倒霉的是中国的那些猪啊 没有黄豆可以吃很可怜啊 结果呢他们上一前一阵子 就发明了很多 加很多奇怪的东西 让这些猪去吃 如果这些猪会讲话 他可能会说 啊这不是肯德基啊 这明明就不是黄豆嘛 你喂我吃这些东西 会不会也是造成这段时间 中国发生猪瘟 也许也是有可能 但是不管怎么样 贸易战的角力还在持续当中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新闻啊大多数的经济学家 不预期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就是围棋不远 看起来很牢蛇 其实很简单 在上个月啊 美国FED开了一个会议 与会的人有150个经济学者 都是非常聪明 非常厉害的专家 非常的高学历 那么这150个经济学者 这时候大家做了一个投票 一个调查 有多少人认为明年会进入 美国会进入衰退 各位你知道吗 150个人有几个人举手 只有两个人举手 而且按照过去的经验上来讲 这个经济学家通常都是 最慢发现衰退的人 为什么 因为股市是经济的橱窗 当股市走不好的时候 这时候慢慢的 这些数据才会慢慢的变差 对不对 一定是股市先反应 那么这些学者看的就是 经济的数字 等到数字都反映了 他告诉你开始衰退了 通常那个时候衰退已经快结束了 所以它里面的内容就告诉我们说 当大家都认为不会衰退 这个时候可能要加倍的小心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美元指数的日线图 上次我们画出来这个什么 三角收敛形态 今天美元昨天出现了大幅度的回挡 我相信今天整个外超 外资一定是出现买超的状况 因为美元的强弱 刚好是跟外资的买卖超 呈现高度的相关度 美元走强 外资就会卖超 美元走弱 外资就容易买超 但是呢 它还是沿着这个月线的上面 在做一个高档震荡 从技术面来看 它还是相当有机会 去挑战前波的高点 那么如果啊 美元继续往上冲的话 就会出现外资又开始 大幅度的卖超台北股市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观察 究竟美元指数 有没有出现回挡的迹象 如果继续往上 那么自然啊 外资的买盘就不会进场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熊说熊有理 牛说牛里 到底谁有理 老师要告诉你 实战才是硬道理 今天这种盘式 要当赢家 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 一开盘的时候 你就进去放空 对不对 一开盘的时候 你就进去放空 因为它会回撤月线 我们知道今天月线 刚刚老师所讲的是在哪里 是在9793 今天最低点叫9790 刚刚好 就差不多是跌破月线 就出现了V型的反弹 所以第一个 你要嘛就开盘的时候放空 要嘛就是在这个地方 出现做多 当然就有机会当赢家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开盘前 我们阴眼预判系统 就抓出来 今天可能出现转折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哪里 这个地方就叫做9812 如果你在开盘前的时候 先挂多单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成交在9点30分 那么接下来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点位平仓 都是市场上的赢家 对不对 那么很简单 我们如果最基本 抓一个30点 你会成交在9842 在今天早上的10点15分 所以只要抓到这个 关键的转折点 今天你就有办法 从市场上赚到钱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两口台子 这样子做的话 就有60点的价差 60点的价差 相当于新台币 12000块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进场讯息 早上8点40分 开盘前 会员收讯后 预挂9887 正负1点做空 离今天的高点 其实也只差15点而已 那么今天的低点 预挂在9812 正负1点做多 所以各位 今天在开盘前 是不是已经把今天 整个盘式的区间 都给抓出来了 而且你会说会不会是恰巧刚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 这个是昨天的走势图 昨天我们阴眼预判系统怎么抓 我们抓到的低点叫9732 我们抓到的高点在哪里 抓到的高点叫9808 是不是昨天完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我们看一下昨天的讯息 8点43分开盘前 会员收讯后请挂9808 正负1点做空 9732正负1点做多 我们再看一下 再往前面一天 这个是前天的走势图 前天我们怎么抓 一样抓到这个低点转折 叫什么 叫9640 在这里预挂多单 在最后一点中平常的话 你一样9688 一样有96点的价差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讯息 8点38分一样开盘前 会员收讯后预挂9707 正负1点做空 9640正负1点做多 一样 所以各位 这三天的震荡盘 你如果有好的工具 是不是对你来讲都是一个机会 我告诉大家 我们的阴眼预判系统 绝对是市场上的领先指标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每天早上8点35分 胜负已定 掌握阴眼 掌握关键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开盘前 就已经把今天的区间 给算出来了 你如果有这个系统 你不只是领先别人一步 你最少领先十步以上 因为别人都是要等开盘 都要等抠讯 都要等技术指标收定 因为他们通通都是用什么 通通都是用开盘价来算 每个人都是这么算 算出来的 大家都一样 都差不多 大家都认为的压力 不会是压力 大家都认为的支撑 也不会是支撑 只有我们在开盘前 领先全市场算出来 独一无二的 这样子才是有效的支撑跟压力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只要有这个工具 你想一下 过去啊 你常常有时候发现自己 看盘的功力也不差 为什么没赚到钱 因为你都补得太早嘛 不然就是补得太晚嘛 灰车都过了 对不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这个工具 你想一下 开盘前 你就可以先做好准备 或是你是上班族 你没办法盯盘 你就挂在那边等啊 有来就做 没来不要做 做到的时候把停损挂好 是不是你一样可以掌握到这样的一个盘式 一样可以把行情变钞票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想要当赢家 一定要找专家 赶快打电话进来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起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悉鹿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起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悉鹿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A50指数天天A50点 各位投资朋友 从邱老师开始在电视上 跟大家介绍 A50指数 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而且都充分的感受到 A50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当充的商品 但是我知道 还是有些人不了解什么叫做A50 你只要记得 A50跟摩台子一样 都是在新加坡交易所交易 你交易摩台子 就等于交易整个台北股市 那么你交易A50 就等于参与了整个中国股市的波动 而且你不需要到中国去开户 不需要到香港去开户 而且你也不用通过负委托 这么贵 对不对 也不用用ETF 因为它的联动性也没那么高 你只要通过A50 就几乎是百分之百 参与整个中国股市的波动 那么我晓得很多人过去一直以来 有人在操作A50 可是都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老师特别为了服务广大的投资朋友 特别成立了我们A50特战队 我们的A50特战队 条件成立马上出手 当日冲销 数战数决 千锤百炼 战力十足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A50的走势 今天A50开盘之后小幅开高 就是出现一个横向整理的行情 最后在10点钟出现了快速的急拉 像这种盘应该怎么做 各位投资朋友 你一定会说老师啊 这种盘就是要做多啊 很简单嘛 事后看都是这样 而且如果真的在盘中在涨的时候 你敢做吗 甚至还有人去做空对不对 可是今天如果你跟着我做 你跟着专业的奇卧分析师做 我们来看 今天在哪里会做多 今天在早上9点57分 11032.5 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了一个多单的讯号 老师要特别强调一次 我们这个多单讯号 我们这个试驾单 一天只会出手一趟 绝对不会有第二趟第三趟 然后只拿中间赚钱那一趟出来讲 因为这是有非常多的老师的弊病 因为他们就是要冲来冲去 一定要冲出赚钱的一段 他才能上节目表演 各位 这把会员的权益摆在后面 把自己的权益摆在前面 但是如果你参加我的会员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一天只会出手一次 所以每一次的出手都是经过先师熟虑 都是经过每次都做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繁复的运算 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多单的讯号 那我们在这个11032.5进场做多之后 在哪里平常出场 各位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你只要成交之后 往后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都是赚钱的 对不对 完全没有回档嘛 就一路的往上冲 一路的往上冲 没有达到停损 我讲过 我们都是在12点钟把它平仓掉 12点钟的价位在哪里 12点钟来到11210 今天成交到5口A50 我们来算算看 5口A50在11032.5 然后再卖在11210 5口A50总共有多少 总共赚到了887.5的价差 各位我相信这几天一定很多人 都会觉得说台子期好难做 波动好小 这个时候你应该看看A50 今天光是这样一波上涨 5口A50保证金新台币只用到多少 13万 比一口台子再多一点点 你就有机会赚到800多点的价差 而且老师跟大家保证 不是保证获利 保证我们没有分什么组别 没有分什么一般会员 VIP会员 尊荣会员 总统会员 皇家会员 还有分什么波段单 城市单 当冲单 很多老师喜欢分一堆组别 为什么 因为有不同的进场点 有多有空嘛 总会有一个赚钱的嘛 他才上节目表演嘛 可是我跟你保证 你只要是我的会员 你今天一定是 大家都是在这个地方 11032.5进场 所以你今天只要 是A50特战队的会员 一定让你看得到吃得到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讯息 早上9点57分 A50指数目前11032.5附近 收讯后务必市价做多至少五口 预挂五口在10982.5 成交后停损设在10957.5 各位 包含进场点 包含停损点 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完全没有模糊的空间 你不需要了解 A50到底有什么成分股 你也不用了解 这个什么 这个新加坡交易所的老板是谁 你只要看得懂中文 你只要看得懂中文 收到讯息之后 打给你的营业员 不然就自己按钮下单 今天是不是就有800多点的机会 各位 真的A50非常的好做 为什么 我们来看 今天整个A50的高低区间 是225点 台子期今天是82点 回到了正常的状况 A50的波动都远远大过于台子期 波动越大代表机会越多 各位 前两天老师不断的在跟大家讲 A50的波动压缩到一个极致 很容易就出现大行情 而且我们来看 这个11月份老师有算过 台子期的每天平均正幅是116点 A50是261点 所以今天的正幅还不到他平均每天的正幅 我们就可以赚到800多点 你想想看 A50是不是当充最佳的工具 我们再看到 老师特别成立的充斥班 全面迎战双主流 定点预挂不滑价 赢家心法快稳准 像现在老师清代的会员 不仅是操作台子期 但是台子期今天行情小一点 我们还有A50可以做 两个商品同时做 更有机会快速达标 而且老师全部都是用定点预挂的方式 绝对不会滑价 第三个 老师还会盘中带你进出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再来一次 今天的走势是什么 我们是这样出的 我相信很少人自己做可以包到尾盘的 但是如果你跟着我做会出在哪里 出在今天的最高点11220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看一下讯息 11点30分11220全部平仓出场 这才是清代般的威力 想要赚钱的人赶快打电话进来 我们明天再会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立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